大家好 今天来做陈皮冰糖炖柠檬 又可以叫做陈皮柠檬糕 它可以清热润肺滋润喉咙 帮助消化 不说你不知道 原来里面的柠檬 需要经过特别处理 才可以炖 如果想知道如何处理柠檬 欢迎你继续看下去 在看片之前希望大家可以订阅 潮妈教主这个频道 和开启小铃铛 以后有新片你就不会错过了 做这个陈皮冰糖炖柠檬 只需要三样材料 柠檬 微酸 甘 性良 可以止磕新增 去鼠清热 柠檬真正的营养 其实在于柠檬皮 那个皮含有丰富的氯黄酮 而氯黄酮又有抗氧化作用 可以防止动物眼化 亦可以预防心脏病 由于今次我们这个柠檬 是会连皮炖的 所以你不是买有机柠檬 就一定要徹底洗净柠檬皮 首先我们用水 冲一冲走表面的灰尘 再用流动的水 冲10分钟 目的就是想清除农药 如果你想省水的话 其实可以用第二个方法 就是用水浸着柠檬5分钟 之后倒了它 再用水浸 重复2-3次 之后就用盐 或者是一些刷 刷走表面的蠟 再用水洗净 再用水洗净 用厨房券抹干它 切走柠檬的头和尾 再把它一开四 切成薄片 再把它切成薄片 再把它切成薄片 会容易擠出柠檬汁 可以皮向下切 3个柠檬 就会用大约3分1个的陈皮 陈皮 尾身 苦 性温 可以离气 躁湿 化痰止咳 健脾和胃 而我家里只剩下这一块 就唯有用一块 用水洗几次 再浸软 之后刮走果囊 把它切成薄片 今次炖柠檬 我们就用到冰糖 冰糖可以补中益气 和胃润肺 冰糖和柠檬的比例 就是1比1 将三样材料 放入炖中 明火炖12个小时 因为我的炖中比较小 所以我要先将冰糖和柠檬 放入炖中 用明火煮至冰糖 溶化 再加一层皮 装一下 1 2 1 2 3 2 2 2 加了陈皮后,我不是用明火去炖 因为我想快一点,我就会用压力煲 大火加压 然后转小火,炖两个小时 这个时候,就可以准备干净的玻璃盆 我们可以用滚水,高温消毒杀菌 之后再将玻璃盆彻底封干 等会用的池巾,都用滚水洗一洗 彻底封干才好用 过了两个小时 这盏陈皮冰糖炖柠檬已经完成了 我们可以搅拌均匀 之后就将它分瓶 如果有一些剩下,在净中可以加点水 搅拌均匀,再喝起来 一点都不会浪费 因为柠檬有果胶 因为柠檬有果胶 所以它之后慢慢会变得稠 变得稠 拿它的时候,就一定要用 无水无油的池巾 加适量的温水,冲来喝 现在秋风起 早晚温差大 天气又干燥 喝一杯陈皮冰糖炖柠檬 就可以舒缓喉咙不息 如果有兴趣的话 大家不妨可以试试做 喜欢这段影片的话 欢迎大家按赞留言和分享 点赞留言 点赞留言